人生在世应该是大自在 无拘无俗 得大自在 得大自在的真谛 做学问 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 专攻也闷 行道 古来的典籍 一身专告一门 成为专家 成为学者 到处都有人请你去讲学 云游 现在讲不是四海 无大洋 这个自在 这很快乐 佛法是好东西 学一步进 一个地方 讲一个月 就走了 换一个地方 再讲一个月 我相信 过地方邀请你的 你讲的好 都喜欢听你的 旅飞 到哪里有人招待 自己身上 一分钱不要放 云游四海 这是字号玩的 真自在 雷雨里头 第一句话 学二是习致 不予愿乎 真的不是假的 夫子一生 做到了 又换自远方来 不予愿乎 朋友从远方来 都是志同到货 不予愿乎 是内心的发喜 人外头 进阶不想看 内心发喜 充满 志同到货的朋友 来访问 快乐 得不顾 必有灵 人不知 而不愿 不亦君子 没有人知道 你活得很快乐 很自在 不以为 我自己有道德 有学问 可惜 没有人知道 知道不知道 没关系 那个不重要 我们自己的得性 天天向上提升 天天都有小悟出 非常快乐 极小悟成大悟 极大悟就可能到吃悟 每一天读经 跟佛菩萨 相聚 上有古人 跟古人做朋友 都是圣者 不是凡夫啊 这个快乐 名利 常中人 他 体会不到 真正读书人 要读古书 才能体会到 读现在的书 体会不到 这里头有 智落 我们感谢 方老师 人生 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这个与地位 不相干 与名利 不相干 与财富 不相干 必须把这些东西 统统认掉 统统放下 你才真正能得到 最高的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